在今日的定期会议程中 先元王秋淑表示 近老爱新卡计程车共有8个车队 但渔池箱没有设定 连最近的普里计程车都不愿意到渔池再长辈 老人家们还是没计程车可搭 建议能够在渔池箱设定 每趟补助85元的额度也应提升 先元树玉琛也认为 近老爱新卡对于偏向老人是看得到用不到 计程车车辆数不足更是问题症结所在 县府应该要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偏向老人才能受惠 所以说拜托民主党是不是说在演绎 去把我们的专业拿出来 让老人家有感 不是投食问路的方式 让人家这样就没差 我们在那里打拼 先元令如阳表示 南投县老年人口多 近老爱新卡为长者福利 但普及程度不高 县府善意无法施及偏向 建议县府演绎扩大用途 包括折抵挂号费用等 让老人家们都能享受这项福利 特别是在我们的挂号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的长辈其实在使用上 长辈在使用医疗院所的这个频率 是真的比年轻人高很多 并且比较频繁 那是不是我们老人卡 既然他的我们的重点 就是让长辈能够享有这样的优惠 近老爱新卡目的应该是 让长辈搭乘大众运输系统更便利 医员们也建言先付定期检查执行成效 增加近老爱新卡的多元用途 以提升载运人次及使用率 创造三婴 记者洪一伦南投线议会采访报道